这个函数的功能我们后面再实现 就是一个表示它是从尾部删除的功能 这里面我们再来实现这个函数 self点 如果这个节点是尾部节点的话 那么我们调用删除尾部节点这个函数 如果不是尾部节点 那么我们进行下一步判断 他们这个节点是否是头部节点 如果是的话 那么我们调用self点掉 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表示从头部删除 最后如果这个节点既不是头部函数 也不是尾部函数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中间节点了 对中间节点的话 我们首先把当前节点的上一个节点 的下一个节点指向当前节点的下一个节点 同时把当前节点的下一个节点的上一个节点 指向当前节点的上一个节点 最后我们记得要把self点size减等于1 最后return node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实现了任意节点的删除 在这里面定义了两个站位实现的函数 我们后面还会实现这两个函数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增加任意节点的功能 那么对于双向量表增加任意节点 主要是往头部增加节点 或者是往尾部增加节点 所以这个功能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实现了 在这里面我们就不需要再次实现了 我们接下来来实现弹出头部节点的功能 那么对于弹出头部节点 过程是这样子的 假设在这里面需要弹出头部的节点0 那么首先我们把这个节点0拿出来 接着把头部的引用移至新的节点 节点1 那么把这里面删除的节点 节点0返回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实现弹出头部节点 来到这个从头部删除的函数 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面实现相关的功能 我们需要先判断 当前的头部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话 那就没必要删除了 直接返回 接着我们把这个当前需要删除的节点 复制为node 接着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判断 就是看看这一个节点 它是否有下一个节点 如果有的话 我们把链表的头部引用 指向这个节点的下一个节点 接着我们把当前的头部的上一个节点 设置为空 如果这个节点没有下一个节点的话 那就说明链表里面只有这个头部节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把头部和尾部都命名为空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记得要把这个size减等于1 返回当前删除的节点 好的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实现了从头部删除的这个功能 最后我们来实现弹出尾部节点的功能 那么弹出尾部节点的功能和这个弹出头部节点的功能是类似的 我们首先用一个变量把这个节点6除除起来 接着把这个节点6删除掉 然后呢 把当前链表的尾部引用 移向新的尾部节点 节点5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弹出尾部节点的操作 在这里面我们首先是要进行尾部的判断 如果尾部是空的话 那么我们就直接返回 否则的话 那么node就等于self.tel 表示这个节点呢 是需要上去的节点 如果node.plift 如果这个尾部节点有上一个节点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尾部的引用 指向这个节点的上一个节点 同时呢 把尾部节点的下一个节点设置为空 如果这个尾部节点 它没有上一个节点的话 那就说明链表里面 当前只有这个节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进行唯一的操作 就是self.tel 等于self.hat 等于node 同时删除了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size减等于1 最后返回当前删除的节点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 从尾部删除节点的功能 那么刚才实现的这些函数呢 都是私有的函数 我们还需要封装一些 公有的API 公外部使用 那么首先 我们定义一个pop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 就是弹出头部节点 直接的 我们直接的用 self.tel 删除头部 接着我们需要进行添加的操作 那么这里面的添加呢 默认的是往尾部添加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定义一个函数叫 append 这个时候我们返回 self.tel 表示他默认的是往尾部添加节点 需要添加属性 好的 实现了 从尾部添加节点之后呢 我们再实现一个功能 就是往头部添加节点的功能 append front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直接的调用 self.add head 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还需要封装 删除的功能 define remove 那么这个呢 是可以传空的节点的 如果是空的话 那就默认删除最后一个节点 否则的话就删除这个节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直接的可以调用 self.remove函数的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封装了四个对外的API 最后我们再封装一个print函数 这个print函数呢 就是把单前的面表给打印出来的 我们用一个属性 指向单前的头部 然后使用一个变量 存储链表的 质幅串 在这里面 我们循环的判断 p这个引用是否为空 如果不为空的话 那么我们往这个字符串 添加 单前节点 接着 p等于p.next 之后如果下个节点 它还有的话 那么我们加一个 类似于引用的字符 最后把这个字符串打印出来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print的功能 实现了这些功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双向量表的测试了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我们首先 另一个刷向量表 把它的容量设置为10 接着 我们定义 一系列的节点 这里面我们随机的生成10个节点 node等于链表的节点 它的key是i 它的value也是i 接着我们往这个nodeappend 把当前新建的节点添加到这个数字里面去 然后呢 我们将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我们先添加一个节点 node0 添加完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list打印出来 接着我们再把这个链表添加一个节点1 同样的把它打印出来 接着我们把头部pop出来 然后再打印 然后呢 我们再把 node2 添加进去 然后是调用其他的功能 从头部添加一个节点看一下 接着我们再往尾部添加一个节点 最后呢 我们remove任意的节点 这里面假设remove是第二个节点 第三个节点 最后呢 remove尾部节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是否能够得到预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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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运行到这里面之后呢 在print的时候发生错误了 我们来看一下 remove最后一个节点是否有问题 回到这个remove函数 找到这个私有方法 remove 我们来看一下 remove尾部节点是否有问题 如果得一跳的话 掉头 掉的是这个函数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函数 掉头 这里面确实有问题 这里面负值不应该是大写的n的 而是小写的n的 所以这里面有书写的错误 改正过来 我们再跑一次 运行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没有包错了 我们来看一下每一步的操作 是否都是ok的 首先 添加一个0节点 那么这个时候 链表是这一个 接着往尾部 添加一个节点1 接着打印这一个 也是ok的 接着弹出头部节点 弹出了00 打印第三次 也是ok的 接着添加node2 ok的 接着往头部 添加一个节点3 打印 这里面新增了3节点 也是ok的 接着往尾部 添加节点4 添加节点4 也是ok的 接着我们把这个节点2 给remove掉 这里面确实也是正确的remove掉了 最后呢 再把这个尾部节点也remove了 但是这里面没有remove 说明我们的remove函数还有问题 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回头看一下这个remove函数 remove 掉用的是使用方法remove 这里面的remove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有逻辑的问题 这里面如果删除的是尾部的话 掉用的是使用方法 删除尾部 我们再来看这个函数 从尾部删除这个函数 我们来看一下逻辑有没有问题 如果这个节点的上一个节点不为空的话 那么我们把单前的尾部节点的引用 移向上一个节点 并且把上一个节点的下一个节点设置为node 这里有问题 这里不应该设置为node 应该设置为node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把尾部的引用 移向了节点的上一个节点 那么上一个节点呢 就是新的尾部节点 这个时候新的尾部节点的下一个节点呢 就应该为空的才对 好的 这里面我们把这个bug给改掉了 我们再跑一下看一下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最后一个节点删除掉了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双线链表 好的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首先实现了链表的节点 这个节点呢 可以存放keyvary的数据 接着在实现这个链表节点的基础上 实现了双线链表 然后在这个链表里面 实现了这六个功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了 在下一节课开始呢 我们将会利用这个双线链表 来实现相关的缓存置换的算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